我昨天在这个办公室见到一个从国内 被这个上海的国安 带走了十几次的 一个我们的老椅子 曾经GTV的投资者 他被带走了十几次 受到了精神折磨 和内心的恐惧 大家可想而知 国安的人 就让他看着电脑 上面上 看着这个叫眉毛的豆豆 给录的视频 让咱这位老椅子 按照这个视频的指引 到美国纽约检察官办公室投诉 GTV 第二 到美国纽约FBI办公室投诉 第三 到SEC投诉 这是在警察被带走 强迫 威胁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死活的情况下 按照眉毛的豆豆 给美国纽约总检察长 FBI SEC 完全按照警察的意志写局报信 这是什么概念 美国到中国去执法 而且是强迫性执法 违背意志的执法 而且执法关键 让说假话 做假证 他不叫执法 叫完全违法犯罪的造假案 美国FBI 在SEC检察长办公室 美国司法部 他知道吗 他都是共谋者 更夸张的是什么 2021年前 拜登总统没有在选举没出结果前 他们就办案人告诉咱们这位老椅子 拜登一定会赢 拜登上去一定会收拾郭文贵 我请问战友们 这些中国的国安和美国纽约检察长 和SEC和司法部合作办案的造假案的人 到中国威胁中国公民做假证 他怎么知道拜登会赢呢 他为什么知道拜登一定会赢 拜登赢了 为什么上台要一定要消灭郭文贵和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呢 毛毛到底是不是特务 他一分钱投资没有 为什么SEC总检察长 FBI要采信毛毛的证据呢 为什么他们长达几年要把GTV给消灭呢 战友们在GTV上的投资有损失多少呢 难道这个事情能过去吗 另外咱们是战友 有人拿着枪说是统战部的和美国要配合美国总检察长 就是司法部 SEC报G club的假案 GTV的假案 还要把洗联储给签上 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在干的事情 FBI在干的事情 纽约检察官办公室干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